双打挡网是中场防守转进攻的一种技战术 当对方杀球没有变化,速度慢或缺乏突然性的时候 事实挡网跟进有手转攻,在双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 事实上水平相当的双打多拍对抗中 攻守会经常转换,一次攻防转换并不一定会带来一次得分 因此在对抗时注意力要非常集中 从而发现对方每一丝细微的漏洞并加上利用 有机会就当网连贯上网 被动时就迅速退平行位置防守,直至得分 准备动作准备动作与突放网,突球的准备动作一致 同样是,叫重心,面对球,位置略向中扣场调整 的基础上,球拍置于身体前方,放松握拍,准备分腿启动登出截杀 准备只是一个状态以拍时 保持放松的正手握拍,或将拍面略转向内侧 具体角度根据等网的线路调整 同时向落顶依侧做弓箭步,手臂内拳同时放松假装蓄力 注意,面拍过程非常短,只是全身协调运动过程当中极其微小的一环 不要刻意追求影拍导致错过机球时机,机球最重要的因素是时机 影拍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来球速度,来球越快 影拍时间越短,借到来球的力量越大 反之,可以把动作的时间拉长,姿态做足来迷惑对手 但请记住此时此刻并不是真的在较劲 而是非常放松的等待合适的发力时机 影拍机球一气呵成,影拍和机球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 机球使手臂微动,区别,与打斜线的转体幅度 双打当往路线,多数为前场队员注意不到的点 由于是要冲往因此必失陷掉多余的冲力 机球使手臂和球拍最好有一些角度 由于几乎没有主动发力 弧性切球,迅速回收球拍手臂向内旋转回来 并举拍冲往 对于一些有悟性的朋友,可以直接向斜前方伸拍 角度调整好对着来球 平时最好在多球训练中,对角度,力量和时机细细感悟 另外,很多人在执行了一个非常低质量速度嘛 角度大,不切往的大往后,仍然固执的要举拍冲往 这没有料到了对方有冲和反压的可能 就是又要当球拍将下去接球 是被公办,你的球过了往还在向上走 对方自然可以有很多种球路选择 因为没有被你的打往限制住 此时你举拍就相当于放弃了接对方的抽球和压球 这是赌博的行为 然而是读九叔 强点心吧 质量是第一的 为什么很多单打的过度球没办法抓 一是因为距离远无法强点抓推或者扑压 另一方面是 确实过往急追 就是远往球不好说吧 随动 回动七十点进行下一拍连贯挡 往后球拍继续跟球随动并收回身前 同时迅速预测 为连贯下一拍可能的回球做准备 向前走 看往前 站中场 杜绝对方投机的各种可能 被杀到正手很危险 因为是下位偏做 以用手直拍为力 左手直拍 请小心结合步 杀球落 点在区盖上 一样是反手接打 除非对方杀球过高 反手挡斜线时 自然会拍时增加随动距离 并配合转体即可 正手挡斜线时 还可以考虑直接接球 动作下又隐蔽 就是容易失误需要多多练习 练习时 遇到直线杀球 多挡斜线 反正遇到斜线杀球 就挡直线 可以增加对方跑动的距离 在强大的能力面前 所有技战术都是徒劳的 如果对手争取实力 比较刚强一个级别级以上 想受对抗 别在意输赢了 放轻松 受伤没必要 兴许还有惊喜 2 3 6 6 7 7 7